俄罗斯抗议活动领导人 谢尔盖·尤达特索夫获得释放 他因为组织反政府示威行动 被监禁一个月 尤达特索夫出狱时 莫斯科大学纷飞 支持者聚集一起为他欢呼 他说反政府抗议者 会继续开展活动 2月4号将在莫斯科举行和平抗议 尤达特索夫以及他的支持者都说 国家政治制度腐败堕落 成千上万人去年12月走上街头游行 指控克里姆林宫窃取议会选举 阻止好几个反对派候选人参选 他们还指控俄罗斯总统 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 劫持了3月份的选举 因为梅德韦杰夫此前同意不参加竞选 并且允许普京重回总统位置